1 1 1 看攻 看什麼攻 唉唷 唉唷 太入戲 太入戲了 唉唷 各位 必須入戲太深 讓大家看見我的蠢樣 真的是 I'm sorry啦 整件還不是都是為了 咱們今天的主角 希望能博取到她的認同感 吸引她的距離 我才有這身打扮 所以囉 練習機前的你 應該猜得出來 我在扮誰了吧 沒有錯 各位觀眾朋友 我現在在四川 所以我要找我們 在台灣的 團團圓圓的兄弟姐妹 她們都在這裡唷 我們來去看一下 她們在四川是怎麼生活的吧 但是 講著講著 我又餓了 各位觀眾朋友 還記得咱們台灣動物園裡 那兩隻可愛到不行的 團團和圓圓嗎 圓滾滾的可愛模樣 不曉得辱獲了多少 大朋友小朋友的心 就算必須排著 數小時的隊伍 忍著寒流無情的摧襲 最後只能隔著玻璃 看那0.0001秒 一閃其事的身影 許多民眾 依然是不辭辛苦 紛紛來此排隊 為的就是能夠親眼一睹 這遠道而來的教課 如今 極我有幸來到熊貓的故鄉 四川 又怎麼能錯過 拜訪團團圓圓的兄弟姐妹 親朋好友們的大好機會呢 咱們這就選擇離市區最近 開車不用30分鐘 就可以抵達的成都大熊貓 環域研究基地 尋親去 現在這個地方是比較大一點的熊貓 大概是多大呢 兩歲 這個有五六十公斤 五六十公斤 五六十公斤已經跟我快差不多了 那個好肥好肥的樣子有沒有 那小哥 他們主要吃的正餐還是竹子 正餐還是竹子 竹子 那現在我們要餵他們什麼呢 他們窩頭 窩頭 窩頭不是咱們那個蒙古那邊在吃的嗎 熊貓也吃的 這個人可以吃嗎 可以 可以啊 吃一點給它 好難吃喔 如果說啊這個竹葉是熊貓的主食 那麼這個窩窩頭啊 就是熊貓們的零食間補品啦 為了照顧好這些小寶貝 保育人員 不但是煞費苦心的調製各類的營養品 又卡牠們挑嘴不肯吃 還特別添加了黃豆粉和玉米粉 才做出這個熊貓寶貝最愛的窩窩頭 好讓牠們在冷冷的冬天裡 可以好好的補補身子喔 回來回來 回來 回來回來 動了動了動了 一叫就動了 我要站著站著 來給我給我 欸搶了搶了搶了 再搶了 再搶了 再搶了你看你看 好可愛喔 而且牠們會發出那種 嗯 嗯的聲音有沒有聽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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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搶了 又來搶了 你看 你看 另外一隻要過去了 趕快搶 哇 哇 蛤 蛤 被搶走了 欸 生氣了啦 沒想到熊貓看見窩窩頭 就像是猴子看見香蕉 貓咪看見魚一樣 搶的咧 沒有搶到的熊貓 還會發出 娘娘的撒嬌聲 來討窩窩頭吃 看著牠們想吃又吃不到 吃到了又互相搶食的動作模樣 真的是有夠給它可愛的啦 餵完這些大熊貓 嘿嘿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因為咱們經過層層的關卡升起 再升起 現在 Now 終於 可以進到一般人都進不去的 產房種地 近距離的接觸熊貓baby喔 小哥 我進來了一般進不來的地方 沒有錯 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 有微封鎖線耶 小哥 我們要進去看小熊貓是不是 對 那我們看小熊貓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該注意的地方 我們首先要穿鞋套和防護服 我要隔離病菌這個熊貓 那如果接觸牠的時候 我應該要 接觸牠肯定也要戴手套像這樣 要戴手套 要戴手套接觸牠 你這感覺是吃熊貓接觸手套 反正就是要把所有可以 就是直接接觸的 的東西 部分 就要包好 然後熊貓也是很熊猛的動物 然後你要 小心再小心 熊貓是很熊猛的動物 這不對阿 這跟我印象中熊貓是不一樣的 我進去就知道阿 真的假的 你有受過傷嗎 怎麼沒受過傷啊 你有受過傷嗎 你說 哇你看牠的手 牠的手這邊都是傷耶 牠都是疤耶 真的 我的媽呀 原來是不是要小心 熊貓會攻擊人 牠是會咬你還是打你 牠是不小心抓的 不小心 可能是玩得太興奮 然後不小心抓的 對 小哥說阿 裡面養的是一歲的小熊貓 是個正直活潑 好動愛玩的時期 爬來爬去 跑來跑去 停都停不下來 非常的難控制 所以待會見到牠們 千萬不能太靠近 也盡量不要逗牠們玩 不然阿 要是一個不小心 玩過了頭 突然給你來個熱情的熊寶 哇 被抓傷了 那可就不好囉 小哥 這個門開了 我就可以摸到熊貓啦 對 就是這個門吧 你看 這是鐵門的 而且它這邊還有鎖耶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鎖頭 那為什麼要鎖成這樣 防止它跑出來被 欸 那我們現在是要去餵牠嗎 嗯 我們現在去餵牠蘋果 餵牠蘋果啊 牠們主食是這個嗎 不是 不是 現在是牠們吃點心 對 下來了 啊 來了 來了 後面那個 會不會搶啊牠們 會 會搶 喔 欸 牠的牙齒很利耶 牠不會直接咬到我的頭子吧 你有吃的 所以說不會咬你 那如果沒有吃 牠就會咬我了嗎 牠就會放你 牠們 牠們超不乖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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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 好 熊貓 好毛喔 好肥喔 喔 大大來了 大大要搶食物了 罰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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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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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啊這些小熊貓 也太活潑 太熱情了吧 不但不怕我們這群 突然闖入的陌生客 還拼命了想要給我 來個熱情的熊抱 多虧小哥在旁邊 不斷的拿蘋果去引誘牠們 讓我避免熊爪的攻擊 不過咱們的導演啊 就是不信邪 你看 硬要玩有沒有 把熊貓搞嗨的下場就是 牠被咬了 牠被咬 小樓被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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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來 離過 來 這裡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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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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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完蛋了 我們現在出不去了 因為我們所有蘋果都餵完了 然後 那個飼養員跟我說 只要食物完了 我們就應該要讓我們跑 但是 牠們現在完全把我們的門堵住 不讓我們出去 快 牠們先出去了 好 那人在問了是不是 快 快 出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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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只是餵個小熊貓 大家卻像逃難似的 長逢的離開現場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我們是遭受到 什麼恐怖攻擊咧 小哥說啊 其實只有這個年紀的熊貓 比較頑皮好動一點 要是等到牠們再大一點 就會變成懶惰蟲 就算使出各種手法 巴結牠們 看牠們彎 牠們可能理都不理你咧 CKTV CKTV